未来很快可以去飞了 在这段这么难过的日子 有没有把握时间 做定功课 计划下一转旅程未? 这一年多集的十日九夜中部之旅 我们会去很多地方 首先我们会由香港飞明古屋 之后会去金泽 再去祈浮高山 白川乡 和澳飞陀温泉乡 其中的两个温泉乡 最后再接返明古屋 行程非常紧臭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已经在吃到步的第一餐了 这间烧肉店 Sorri Kese Koyen 很近我们的酒店 由明铁明古屋站 走过去这需要三分钟 它是吃黑毛和牛的 有黑毛和牛的套 6500日圆 如果喜欢喝酒的你 可以选择 连喝酒的放题 8000日圆 选择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它有写明 Holomon 这四个字对我来说很重要 即是它有牛肠 牛胃的内脏部位 因为我主要想吃内脏 所以我们最后是选单点 希望这个是釜山的白花牛肠 那个牛胃味道 一直都吃不下 釜山的味道 这个旅程要准备的东西 真的很多 首先 白川香点灯的车票 是要半年前买定的 而且 今次要去的地点也非常多 日本又有粒粒粒粒的周游券 好在日本所有的巴士网站 都很容易看 而且网上有很多教学 多爬些文就行了 由名古去今集有几种方法 如果直通车 分别有两种 第一个是JR特急白露号 第二个是预约制直通巴士 这个要留意 如果夜行巴士 会途径很多地方 车程是需要7小时47分 亦都价钱会不同 如果想快点的话 是可以选择新降线转特急 第一个就是JR普通加快速 它是要转车5次 虽然转车较多 但如果你买了青春18车票的朋友 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最后因为考虑到我们有行李 而且高速巴士 位置点对点 来两间酒店都非常近 所以我们选择预约制高速巴士 去到今集 一定要去有 今集人厨房之称的近江丁市场 原本我们想吃推介的 回转寿司 Mori Mori Sushi 但看到有超过20人排队 幸好我早所有看了这位的店铺评价 计划定计想头和Plan B 这间也挺高人气的当饭店 Gimon Lotte 每款当饭大概2000日子就有 我选择了这款 有齊虾、三文鱼子、油甘鱼、蟹 价钱是1750日子 吃饱还走赚近江丁市场 这个市场所有东西都想带回香港 下次放金澤在最尾行程才行 在這麼凍冰冰的天氣,吃熱食就最適合 不說不知,關東煮很多食材都是金澤特有 例如車夫、赤卷、蟹麵、海螺等等 海螺通常用來做刺身或壽司 但是金澤被搭配上關東煮的湯汁 真是很好吃,我是這麼Encore 這間1936年開業的Oden Takasako 一間只賣關東煮的老婆 來到86年後的今天,依然非常熱鬧 我還想吃螺子,它沒有鞋子 這個白紙好吃 它是有些醋渣在裡面 回到香港發現,原來他們也有出售Oden的包裝 還可以買 還有不知道是不是關東煮特別暖胃 所以這麼熱鬧,這麼開心呢? 開心到這一餐,吃了15000日圓 平時在日本的西粉是100日圓一件 這裡等於150件 不過我點的食材,都是貴價食材 所以我吃得很開心,又滿足 只可惜吃不到螺子 去旅行,最重要不要留有遺憾 所以我決定去吃加能蟹 照著這個樓梯,上到2樓就找到它了 就是這間Itsirokura 正值賣石川縣的加能蟹 它是有限定的販售時間 冬天是吃螺子的季節 所以一定要來試一下它 我們點了螺子的刺身 我們點了這個 炸的螺子和甲羅斯 怎麼可以? 我可以打到你的 吃螺子和是否 但你還會笑出來 當你很聰明 我現在是有一個… 如果你是在同人 你還會對我 好不容易 從哪兒來 這個好像燒魷魚一樣 燒到出來 厲害 我們那隻可能多粒粒 還有我們那隻 這隻很大 想逃出 來今集最大的原因 是我想來今集二十一世紀美術館 就是為了這個世界知名的泳池 The swimming pool 這個由阿根廷藝術家 Riondre-Erik 所創作的鎮館之寶 他擅長改了一些很日常的畫面 令觀賞者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欣賞 這個看上去好像真的泳池一樣的泳池 中間是一層10cm口夾了水的玻璃 最有趣的地方 是好像利用作品和觀賞者做互動 令這間美術館成為全國博物館類別設施的第一類 美術館是免費日常 但要進入泳池的內部 是需要購買門票 還有要注意的是 美術館裏面是不准背囊 超過B4 size的隨身品 都是要放在租借的Locker 直接去了吃晚飯 這間剛巧經過 見到有四隻人文字 沒錯 就是Holomon 又吸引了我們 這裡除了有這些牛胃和牛腸 還有雞皮 真的超棒 幸好在我臨走前一晚發現了它 來了一個腸 雞腿肉 還有它的SUSU ME 我喜歡吃牛奶 餵呀餵呀 鸡皮很好吃 雞皮和雞腿肉 因為太好吃了 現在是早上8點 目測好像什麼都沒有 早上來到近江丁市場 發現街市和昨天下午比 真的差很遠 我以為只有我要趕坐車 才會這麼早去吃壽司 進去都已經有十幾個人在吃 果然近江丁市場 是金澤人的廚房 這個沙文葉子挺好的 然後我們點了個白蝦 不露名物 這個拖羅很棒 好像 蝦卷壽司是吃拖羅 吃冷靜 現在早上8點24分就已經賣了 就是我這個了 所以拖羅比較好 溫暖那些就不料 看了這麼多間 你有哪間想吃呢 留言告訴我 想知道細節的話 可以在櫈下Info Box 下一集我們會去高山 展開這次旅程的重點 白川鄉點燈 還有超期待的 兩間溫泉酒店 不要錯過了 多謝你們看到這裡 喜歡我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我 以及訂閱我 我不定時出片 所以按旁邊的提示鐘 就對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 留個手印 不錯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